肯尼亚首批纯电动巴士 作为市区通勤车投入运行 运营线路涵盖了内罗币多条主干道 并提供往来机场、火车站等交通枢纽间的接驳服务 我感觉很棒 其实我没有知道这些电动巴士在肯尼亚 很棒 我喜欢它 它有Wi-Fi扣子 所以你能够拍摄你的电动 所以是很棒的经验 这些是世界上最维持的电动巴士 中国在发展的发展的影响 我们从中国的投入 特别是在基础中 我们现在有机会 这是一个最快的经济 我认为中国投入 自2021年第26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召开以来 不断的有非洲客人联系我们 探讨绿色交通这个话题 相信在中非正企紧密合作的大环境下 我们可以助力 非洲尽快实现汽车电动巴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